大家好,我是Monster Hunter官方支持港田沙家。 大家好,我是Lina。 我和沙家一样是小学五年级左右来到日本,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喜欢online game上网游戏。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为大家介绍新产品Monster Hunter World的最新情况。 好期待哦! Lina,你知不知道Monster Hunter? 我当然知道Monster Hunter,但是我不怎么精通,所以交给我。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Monster Hunter的情况吧。 好呀! 这里是Monster Hunter World的新地图,瘴漆之谷。 位置是鹿山湖台地的地下, 所以魔物的尸体就会从鹿山湖台地掉下来, 然后形成了这里的地图。 所以那里有很多牙齿呢, 这都是尸体,掉下来的尸体。 哦! 这就是猎人是吧? 对! 你看他的发型好可爱哦! 现在滚过来的新魔物是垂蓉。 哦! 他身体伸出来了无数的骨头。 嗯嗯嗯! 如果你玩过Monster Hunter的话, 你会发现从左脚伸出来的最大的骨头, 就是那个脚绒的头脚。 哦!这个左边那个大的吧? 对! 哦! 这是因为骨垂蓉吃脏气之骨的尸体的骨头生活。 嗯嗯! 然后那些骨头就会从身体长出来的。 哦! 换得到肯定很疼的哦! 他的动作很像暴吹龙。 用他的下巴打地面。 嗯! 或者把身体变成圆形。 利用转动移动, 或进行攻击。 刚才他滚过来了, 就是那个动作吧? 对! 嗯嗯嗯! 在Monster Hunter World里, 猎人必须利用地形, 让狩猎更加有力。 其实在这儿有一个自然的陷阱, 你能不能发现呢? 陷阱? 对啊! 哎!陷阱我找不到哦! 其实前面的那个树就是这个陷阱。 哦! 我还以为陷阱就是一个洞呢! 结果是一个树! 你可以用炸弹, 或者利用魔物的攻击, 发动这个藤蔓陷阱。 让打猎更加有力。 他一个一个攻击, 都是有很多那种, 躍动感。 哦! 从Monster Hunter World, 猎人可以边走边吃肉。 让我们看看吧! 边走边吃肉, 那以前呢? 以前只能停着吃肉。 嗯, 吃药, 然后吃完后, 恋人会摆个莫名其妙的pose。 浪费时间, 还会被怪物攻击。 我想有很多玩家对这个pose, 感觉着急。 但是请放心, 在Monster Hunter World里, 不要再操心了。 那太高兴了。 一边吃肉, 一边走的话, 觉得很自然的。 对啊。 现在骨炊龙嘴巴有紫颜色的泡泡。 嗯嗯。 这是什么呀? 这是魔物中毒的状态。 垂虫埃鹿的武器有毒性, 所以引起了这个中毒状态。 所以他看不到猎人了, 你看他。 跑来跑去的。 你可以换这个随从埃鹿的武器。 嗯嗯。 随时都可以换是吧? 对。 哦, 现在就是有毒性的武器。 刚才使用的是其他的武器。 然后现在换成有毒性的武器, 去攻击它。 对。 接下来出现的新魔物是残爪龙。 哦, 这个红的。 它是残爪龙。 残爪龙吃瘴气之骨的狮肉生活。 而且对其他的怪物也非常凶猛。 看见别的怪物就积极去攻击。 嗯嗯嗯。 以前的Monster Hunter怪物只攻击猎人。 嗯。 但是从Monster Hunter World重视怪物的生态系统, 怪物彼此也会打架。 现在就是骨垂龙和残爪龙的争斗。 那猎人真的闲得没事看了。 只能看着它们。 只能看着它们。 对啊。 骨垂龙和残爪龙的争斗是残爪龙优势。 能看到骨垂龙的部位破坏。 嗯嗯嗯。 骨垂龙你看就跑走了。 跑了。 跑了。 哦呦来了。 是不是又开始攻击猎人。 骨垂龙跑走了。 所以攻击猎人。 哦。 现在穿上的衣服是特殊装备。 换衣服了。 穿上来就会容易被怪物盯上。 所以你可以诱导怪物到比较简单打猎的地方。 你就是说跟过来了吗?在后面。 现在应该滚过来了。 哦真的真的跟过来了。 是有黄色的帽烟。 是瘴气。 瘴气。 瘴气是什么呀? 这是瘴气之骨独特的东西。 进入这个瘴气的话,猎人的体力会减少。 你能用火弹除掉这个瘴气。 嗯嗯嗯。 我觉得比刚才要动作慢了很多。 你能看见的在飞的。 嗯嗯。 像鸟一样的。 对。 那个魔物是方易容。 本来是很温和的魔物。 不会攻击猎人的。 嗯嗯。 但是这个方易容碰到瘴气会变化。 在这个瘴气之骨里非常凶猛。 看到猎人就会攻击你们。 啊。 噢。 噢。 滑到哪里。 噢。 噢。 这黄色的冒烟都是瘴气。 噢。 但这里没有鸟是吧? 噢。 有地方是没有那个飞龙的。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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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怪物。 这个新怪物是bj龙。 bj龙用他的大牙攻击。 一看那是有毒的。 是不是上面有毒。 那个大牙有麻痹毒性的大牙。 噢。 用他的大牙攻击, 就会麻掉猿人。 噢。 但是呢,这个bj龙很猛。 所以说他们一起攻击 都不知道哪那是敌人了 现在你看这个残爪绒 磨掉了 就是那个避贼绒的攻击 避贼绒谢谢 加油加油 避贼绒的旁边有小魔物 这都是避贼绒的手下 跟那个小蜥蜴一样那个吧 对都是手下他们一起攻击的 他们也是吃从露珊瑚掉下来的魔物 其实呢这里有一只小避贼绒 已经变成了我们猎人的伙伴 真的 你能看见那个随形埃鲁 存在那个小避贼绒的上面 哦哦哦哦哦哦哦 正在一起攻击 在后面吧 那个有有名字的就是我们的伙伴 对对 在monster hunter world里 随从爱陆会跟一些魔物说话 嗯 有时候会说服魔物 让他们变成我们的伙伴 一起攻击魔物 在旁边说话呢 然后 现在你能看见有很多 小猫 可愛 正在拉住藤蔓绑着BJ绒 嗯嗯 这个小猫的名字是德特尔 德特尔 哦来当我的宠物吧 太可爱了 像个小刺 小刺猬 不是小刺猬吧 小狐狸就是小猫 是猫吗 对啊 这个应该是猫是吧 这个是猫 可爱 这也是随从爱陆谈判他们 成为了我们的伙伴 在画面的右边呢 我们就能看见他们的绘画 谢谢救救我 加油加油 这就是随从爱陆跟德特尔的绘画 嗯 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伙伴 有很多很多伙伴一起冒险 这个德特尔有很多在这个地图里面 那个绿颜色的就是德特尔 哦看到了 如果德特尔变成我们的伙伴 他们就会跟着我们一起走一起冒险 哦现在是不是 对现在就是那个随从爱陆跟他们会关 哦跟过来了 很可爱 然后他们变成我们的伙伴 他们不会游泳啊 猫不会游泳 你可以找找德特尔 然后让他们变成我们的伙伴 你看现在残爪绒 正在搬分飘绒的尸体 嗯 这个黑颜色的就是分飘绒 哦看到了 它就是吃这种尸体 正在搬到他们 它的巢穴 这么大的魔物尸体 它得吃一年才能吃完 吃一年 别攻击我们了 这也是在这个monster hunter world的生态系列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也是在这个monster hunter world的生态系列 我们可以看到了 有很多魔物在里面 越来越深了是吧 对在这个瘴气之谷最深的地方 嗯 你能看见非常神秘的风景 看看 越来越黑暗了 这里本来是一个很暗的地方 嗯 但是在最深的地方很漂亮 真的吗 啊 里面那个蓝色的地方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个蓝色的地方 好美丽哦 但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池塘 是酸性的 真的 猎人进入这个池塘的话 体力会减少 哦 千万不能进去 好危险哦 快出来吧 那该怎么办呢 但是在这里有能回复体力的食物 就是那个食物 哦这个吧 你可以用这个 回复你的体力 嗯嗯 然后呢在这休息一下 哦 回复体力后再去打猎 哦都跟过来了 你看他的魔物 都成我们的好朋友了 好 李娜怎么样 这又是最新的 Monster Hunter World 我真的等待 就是马上就想去冒险 嗯 还有得特 可爱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的 嗯 还有所有的魔物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躍动感 嗯 非常兴奋的 对 我们随时提供 Monster Hunter World 最新情况 在广东化的官方网站 还有像我一样 没有玩过Monster Hunter Series 系统的朋友们也是不用担心的 在开始玩游戏中呢 有很多让你容易理解的说明 所以不用担心 Monster Hunter World是2018年1月26号发售 请大家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哦